乌琪丽出身于1973年 1990年出道并荣获第六届亚洲小姐选美冠军 乌琪丽19年前与成龙的一段情过程就好比穷瑶剧 甚至比穷瑶剧里的角色还要悲剧和纠结 19年了成龙曾云淡风轻的解释当年与乌琪丽的地下情 成龙说只是犯了权利亚男人都爱犯的错误 但成龙从来就不打算为当年的过错承担责任 乌琪丽为自己的过错被谴责了十年还连累女儿 回应过去的几段情 成龙只是乌琪丽情感路上的一个过客 一时糊涂为这个男人生了女儿 其实乌琪丽最爱的男人是初恋男友叶崇仁 至今令乌琪丽难以忘记 很可惜初恋早已不在人世 据悉叶崇仁是显赫 曾是澳门的名门显贵 是飞途唱片公司前主席叶志明之子 还是影视红星叶玉清的亲侄子 据悉当时的叶崇仁遭遇吴琪丽分手 事业受挫 使他精神大受影响 便开始戒酒消愁 于是在1998年12月中 一次车祸意外死亡 事后查明他是饮酒过量 在前不久的某天夜里 吴琪丽分享一张自己16岁时 与男朋友的合影并配文 睡不着找出一张16岁时 和男朋友拍的照片 如果他还在世 他会是我的一个好难得的知己 珍惜眼前的所有 当时16岁的吴琪丽 青春气息浓郁 甜美清新 男友也青涩秀气 文质彬彬 这颜值真的秒杀成龙 尽管这资历行间写满了不舍 可人已经不在了 令人唏嘘 参与明年31月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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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